同學問的比較多的是第一個 就是說這個I 其實這個I是一個變數 你用A也可以 用B也可以 不過你這邊改A的話 後面這個地方也要改A 有沒有 然後這個地方也要改A 所以裡面你要很多地方都改了 那它只是一個變數名稱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因為VBA裡面 它其實對於變數 理論上是要宣告的 所以理論上應該在坊間的書籍 它會叫你一定要先做一件事 叫定I 什麼叫定I 就是說 我要先在記憶體裡面宣告說 我有一個變數名稱叫做I 那我底下才能夠使用這個變數名稱 但是 VBA它是兩可 什麼叫兩可 就是說呢 你宣告OK 你不宣告也OK 就像你今天去餐廳吃飯 你定位也OK 你不定位也是OK的 那說真的 那你都兩可嘛 那 你剛剛一定會像我習慣的選擇 我多這件事情就多一行 如果兩個變數就兩行 三個變數就三行 那我是有沒有 你會發現有些時候人家宣告一堆的變數 但是你不宣告變數呢 你最後結果也是一樣 那我幹嘛 所以理論上 有些同學說 我是你怎麼都沒有講那個書上會講到那個宣告變數 我想說 這個你們暫時不知道也沒有關係啊 反正知道你們增加你們的腦容量負擔 對不對 尤其有些同學的腦容量都沒有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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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 因為腦容量裝了別的東西啦 OK 所以 可能也不太想要裝一些 所以我就把它先刪掉 那至於說 你如果這樣還想知道 沒關係 坊間書籍都會講 OK 也就是說你在理解一個知識的時候 不是唯一的答案 而且像我的習慣是 不重要都先刪掉 知道那麼多幹嘛 反正這輩子不知道呢 程式也是寫的嚇叫叫 那我乾脆就不要 所以 很多書裡面會教你很多種方法 但是實際上你只要會一種就好 所以呢 像我的習慣就選一個 最好記的 然後最符合我的習慣的 不要寫錯的 就是好方法 OK 所以跟各位講喔 有些程式 你們看坊間的書籍 寫的跟我完全不一樣 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的習慣是 我寫出來的 就是我自己習慣的寫法 是可以被允許的 也就是說呢 以後你們如果說自己 閱讀的書籍夠多 然後你也自己有一些 不同的想法 沒關係你可以寫成 你自己習慣的寫法 也是OK的 所以程式最麻麻的地方 每個人想法不同 邏輯不同 寫出來程式一定也不同 不可能都一模一樣 連錯字都一樣 那就一定有問題 OK 那就 就會讓人家覺得很奇怪了 所以其實有些東西呢 是可以慢慢去 不過你們現在可能知道的東西 還太少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 變數的部分 可以用別的名稱 但是如果你暫時不知道 你就先用I吧 像我自己個人就用I I就是列 那J就是藍 所以以後我就用I 就固定的 所以像有些 別人寫的習慣跟我不一樣 他剛好顛倒 他I是藍 J是列 我看到那個程式 我真的完全看不下去 所以我的習慣就把它改成我習慣的方法 我看就覺得很舒服 OK 所以有的時候別人寫的程式 就是你即便要參考 我還是會改寫成我自己習慣的寫法 否則怎麼樣都覺得格格不入 對不對 就跟我們寫論文一樣 絕對不可能從頭一個字都不一定會 上下顛倒吧 然後不然就用自己的話再講一遍吧 對 或消化一下 你的意思是這樣 我知道 但是我不要這樣講 我換個方式講 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哪怕你是跟人家內容應該一樣 所以寫過 好 那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後面這個101 像剛剛有同學提到說 老師我這個地方 101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有個問題 我如果增加了資料 或者減少了資料 像這個資料也許會變動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那勢必呢 比如說我今天少了兩個 三調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設城市在亂的話 當然清楚應該是不影響 因為清楚反正這邊 原來是空的就空的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是 欸 有沒有 你會發現今天假如是 這個輸出公式的話 那就因為 因為你 之前是寫固定的 101 對不對 那你現在的話是變成99 所以你說 喔老師我知道 我把它改成99 不對啊 那永遠改不完 所以 再來 城市裡面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變數 那什麼叫變數 會變的數字 其實會變的數字是一個理解 但是這個數字不見得是數字的形態喔 它有可能是文字 其實也就是會變的一個 一個 一個值啦 OK 也就是說呢 比如說類似像這個地方的 最下面一列的這個地方的值 它 不一定是101 那可是它會變啊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 可不可以就是說呢 它改變了 那我預先知道 那我把那預先知道的結果呢 把它取得之後呢 放到這邊來 那這個問題就不會存在了 就解決了 所以喔 跟各位講喔 有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預先知道 我最下面一列在哪裡 怎麼做喔 跟各位講喔 其實有個概念 什麼概念 就是說呢 一般我們游標 比如說我放在A1好了 然後我如果想要把這個游標 移動到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一列的話 一般我好像前面跟各位講過 Ctrl鍵按住有沒有 Ctrl向下 有沒有發現 Ctrl向下 它就會移動到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一列 那Ctrl向下這個動作喔 如果你要用程式來撰寫的話 你可以先跟它講說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叫做A1 那如果你要指向A1 另外還有一個物件名稱叫Range 你有沒有發現 錄製具體裡面不是很多Range嗎 Range Range A1這個儲存格 那如果你要Ctrl向下的話 它有一個方法 就是要END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喔 我想知道說 我從A1向下追蹤之後 那個的結果是多少的話 那我們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把這個 這個地方2有沒有 這個地方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這個還蠻重要的喔 因為如果你不會這一招的話 那以後你就麻煩了 為什麼 因為資料一定會變動 沒有那種資料不會變動 每天固定 對喔 那如果你變動的話 你就要把這個記下來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概念是 郵標放這裡 這裡叫什麼 叫Range A1 A1的話 記得因為是個文字 所以你一定要前雙引號 後雙引號後刮弧 跟它講說 我現在喔 把郵標先放在A1裡面 然後我要向下追蹤 下追蹤要Ctrl向下 Ctrl向下在VPA裡面 它的敘述方法叫電 你會不會在底下會有個清單喔 那其中有個叫E END END它一隻手拿著一個資料 那表示它這個叫屬性 所謂的屬性就是裡面放資料的 這個資料的話 你把它END點一下 那END有點像Ctrl鍵按住 然後向下的話就是刮弧 刮弧裡面呢 我Ctrl向下 你會發現喔 它刮弧後面就有上下左右的參數 那其中的話向下是什麼 XL檔 OK 所以喔 你這行這個的敘述意思說 我把郵標放在A1 然後我按下Ctrl鍵 再按向下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不是要Ctrl向下 我現在是要Ctrl向下之後 的那個列是哪一列 所以喔 我剛剛不是什麼 我把它Ctrl向下之後 那我想要得到一個資料 什麼資料 99的這個資料 所以呢 你後面可以再加一個點 意思說 Ctrl向下之後 請你告訴我 它在哪一列 那列的那個屬性叫做Row Row 有沒有發現 其實也是一支手拿的資料 意思說 這個裡面呢 就儲存資料 那這個點Row的話 意思說 告訴我 這個99 這個裡面的值是多少 它會幫你把這個Row裡面的這個值 放到這邊來了 OK 那這個地方呢 以後就會得到是99 好 所以喔 特別是這個 如果你現在記不起來的話 那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我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好像就有 在第幾頁 第10 這裡 OK 就這個 把101改成用偵測的 就這個 在第15頁的地方 OK 那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 只要是 我們在處理資料 一定還是需要 用偵測的方法 那你會幫我打小寫 如果沒打錯的話 它會變大寫 OK 那一樣的道理 把這個怎麼樣 複製一下 這邊101 也把它改成這個 就是 游標放在A1 Ctrl向下之後 幫我取得它的列在哪一列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 它是有點像是一個連續的動作 有點像做了 做了三個動作 游標放A1 Ctrl向下 幫我取得它的列 可是在VBA裡面 其實只要寫一行 OK 另外還有一個寫法 就是說 老師 我可不可以另外 把資料存起來之後 再放過來 也可以啊 比如說我一個變數叫R R等於 那我可以把這個有沒有 把這個資料 先怎麼樣 先把它先存在R裡面 有沒有 把99 先放在R裡面 然後呢 我可以再把這個地方 再加個R 這樣可不可以 也可以喔 兩個寫法都可以喔 那只是你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不寫這個寫法 我跟各位講過 因為其實我寫程式的風格這樣 程式越短越好 有沒有 所以如果會多一行 那我的習慣是喔 如果這一行好像沒什麼太大意義 那我就寧可就不要多寫這一行 但是有的人是習慣 好像會有一個過程 把資料先取得之後 把它放在一個R的變數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變數裡面的資料 再放在這個位置裡面 這樣過程也OK喔 兩個寫法都可以喔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別人這樣寫 你不要覺得是出錯了 那當然 我還是把它恢復好了 所以我們原來寫法是 這邊這個放在這裡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少寫一行喔 OK好 那我們來亂亂看 這樣會不會OK 剛剛如果沒有加這個向下追蹤的話 它會跑過頭 現在執行一下 OK了有沒有 跑到這裡 所以如果再把它刪掉兩個 看看這個清除 清除應該也是這樣 那再跑它會不會過頭 有沒有 不過頭了 所以喔 這樣就聰明很多了吧 所以特別注意喔 向下追蹤的這個寫法很重要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如果實在是有問題的話 請你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十五頁 這邊也有一模一樣 畫面先還給各位 程式喔 其實你可以找到的方法可能有十種 但是我後來的體會是這樣 你千萬不要把十種都塞在你的腦袋裡面 這樣你會太多了 你根本記不了那麼多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出一個 你自己最能夠好記的就好了 OK 就像你那個 交通工具也是這樣 你這邊到高雄 反正方法很多 你不可能說每個都去研究 其實最重要是你要方便就好了 OK 如果離那個 左營比較 如果你橫跡的話 你就坐個高鐵 把它很近嘛 這樣就搞定問題了 你不要把它複雜化 OK 然後試試看 向下追蹤的部分 喔